瑞芳九份國小之前就有一間礦夫體驗教室 讓學生可以了解自己故鄉的礦山文化 而最近學校又將體驗空間做更大的延伸 不但將整個走廊也改造成採礦坑道 也將附近景色加進來 讓國小的礦夫體驗更加的豐富又完整 達到九份國小可以看到之前打造的礦夫體驗教室還在 不過這一次是連走廊一起設計進去 九份國小表示 這次他們將礦夫體驗做了一些改變 除了更換舊設施以外 在模擬坑道內也加了3D繪圖 以及一些景點特色 要讓學生有更貼近當時採礦的體驗感 九份國小是全台唯一的一個有礦坑的 礦坑教學的一個學校 所以我來這邊的時候 把整個那種礦坑的石井 把它營造出來 讓孩子能夠體驗他的那種 祖先前任的那種生活 讓他們知道說那種辛苦還有那種危險 然後走一趟路就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祖父帶 是這樣子把他們把這個家園給經營起來的 參觀的學生也表示這裡跟以前不一樣了 有新的B貼還有礦車礦石等等 尤其是3D繪圖蠻逼真的 走進來可以感覺到以前採礦工人的辛苦 很漂亮 因為有很多以前我們沒看到的 還有一些之前古時候人採礦的道具 古今還有以前玩的童腕 然後軌道還有礦車一大堆的 把那個我們的遠景有沒有就像那個華納爾 基隆嶼這個地方也打出去 所以也就讓孩子去很深度的去看待我們這個地方 感受到我們這邊的美麗 校長也表示 九份早期是採礦聚落 許多學生的家裡或多或少都跟礦山文化有關係 因此透過礦夫體驗 讓學生了解當年礦山文化的歷史 這裡同時也是全國唯一擁有礦業意向設施的小學 希望學生們能對故鄉文化多一些體認以及了解 教官講對方廠報道